各位家人们,我们看一下这个水坑,因为现在天气不是特别的热,螃蟹都隐藏的特别好,看到没有 上货,看到没有,虽然说螃蟹不是很大,但是现在的螃蟹是特别肥的 看我脚下这个坑,就这个坑里面,看到水有那个浑浊的痕迹没有 就特别的明显了,就能看到这螃蟹在里面 来,我们这边看一下,这边下面都是这个蜡螺,但是现在的蜡螺不是特别的肥,因为它气底下还没到 先给它修短,待会我们回去放到螃蟹里面一起开始掉 螃蟹,这边肯定有螃蟹 我刚才那个夹子,已经明显的感觉到了螃蟹它反抗,看到没有,又来一只 这个这里都是花盖比较多的 我们其实都是边读边找的,这赶海的完全就凭运气了 就看潮水嘛,你一定要赶海的话 所以说呢,如果你们来赶海的话,一定要多淘汰这样的蜡洞啊 这个潮水你算对了,才能有货,如果你来早了或者说来晚了 长潮了以后呢,这螃蟹你基本上是见不到的 哇,这个螃蟹感觉挺有nice的,我那边 死活不出来,我以为是个大货呢 不过也还好这只,看到没有,这个几点螃蟹都是特别肥 因为它壳呢,是特别的坚硬的,而且厚度也特别厚 我基本上走的地方都会淘这个洞 看一下到底有没有货,我们感觉有,我感觉里面应该有螃蟹 就感觉这个螃蟹啊,不舍得出来,我淘了半天了 感觉跟它玩捉迷藏一样,我越淘呢,它越往里面躲 不行啊,我得给它清理一下 这个洞啊,到底能有多深呢,我到现在不出来 我越动它,它越往里面躲 这样的螃蟹就不老实了,哇,还是个小螃蟹 我都搞郁闷了,淘了半天